大家好,歡迎收看BIOS TV 詹姆士要來示範 如何將iPad的畫面投射到電腦中 詹姆士現在使用的電腦是Windows 10的電腦 朋友們可能先要去下載這個 Lonely Screen這個軟體來安裝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點開 它就會出現了 那你這邊可以打上自己的電腦的名稱 好,現在就打開了 那我們接下來到iPad這邊 好,我們接下來到iPad這邊 好,小物下面撥上來 這邊有一個AirPlay 看一下 AirPlay鏡像輸出 好,我們找到同樣的GAMS PC這一個 點下去之後 現在要稍等一下 出現可以製造這一個 在這一個地方 我們要稍然strom也有看 這個不能收到 在這一個地方 在這一個地方 是要來得到 來,讓你兩次裏 哪兒 之聲 你看 在這一個地方 好,那iPad的画面就会跑到电脑 上这边了 可以看到这边 可以把它放到最大 看一下,然后点这边 那你也可以把它按录影 就是把你操作的步骤,把这画面把它给录影下来 按这个红色的按钮 好,就会把它录下来 然后按停止 好,来看一下 这边有个资料夹 点下去 就会开启 影片存放的地方,然后点开看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会有声音的 那是影像跟声音同步传输到电脑中 好,那播放完毕了 那如果你有相同的需求的话 也可以来试看看 我的画面 好 然后呢 好 没关系 好 好 的 鉄道 這個畫面會自動變成直式的 那如果你有把iPad 投射到電腦上的需求的話也可以安裝這一套Lonely Screen 來試看看 好那今天都介紹到這邊 歡迎各位到我們的Facebook粉絲專頁按個讚 或是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好謝謝收看